6月25日,青海西宁熊猫馆的两只明星大熊猫,奇果和圆满,迎来了自己的四周岁生日,这也是这对姐妹花在青藏高原度过的第二个生日。 西宁熊猫馆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生日活动,海内外众多粉丝纷纷通过线上和线下的方式,表达着对他们的祝福。 生日活动当天,恰逢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,西宁熊猫馆为了迎合这样的喜庆气氛,除了为他们特制的火龙果西瓜生日蛋糕外,还用冬瓜做了龙舟造型的大餐。 圆满和奇果卖着愉悦的小步伐,直奔美食,摇头晃脑的吃者对生日大餐相当满意。 奇果和圆满呢,他们自来到西宁熊猫馆,就具有非常庞大的一个粉丝流量,那除此以外,在这一年当中,他们也积累了非常多的本地的一些熊猫爱好者,然后纷纷在今天呢,都赶来西宁熊猫馆去看他们, 然后我们的思想员也为两只熊猫准备了非常丰富,以及特别的这个大餐,生日大餐,比如说像赛龙舟造型的这个果盘,以及这个火龙果做的蛋糕。 然后两只熊猫呢,都非常的开心,然后在享用着他们的大餐。 如雨杰说,由于疫情的原因,原本要来参加生日活动的外地粉丝,不能亲身前往,但他们还是通过线上的方式,送出了很多生日祝福。 日本熊猫爱好者光二郎,一直关注着这两只熊猫的状况,他表示,等疫情结束,一定到中国来看望他们。 我们来自这个,等于说是世界各地的粉丝,对我们两只熊猫都发来了这个生日的祝福。 特别有一些日本的这个长期的一个熊猫爱好者,还有一些来自就是北京, 他们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,都不能亲自到现场,今天来看两只熊猫过生日。 那他们通过这个线上平台的一些渠道,也给两只熊猫发来了祝福。 同时呢,也是希望通过自己的,他们的一些这个心愿祝福,然后让我们工作人员更加具有动力,然后将两只熊猫照顾得越来越好,越来越健康。 我看那个一进门的时候有一个大蛋糕,我还专门拍了,我说待会要发朋友圈这些,但是我看现在他们好像应该是拿水果吧,做了一个这个我觉得挺不错的,刚好又赶上端午节嘛,我觉得特别好。